日月光的一個污染案 能夠被侵犯 在這裡很重要 是因為張前生 董事長的早在提前之前 就已經拿了30億元的 一個所謂的回饋金出來 有錢就能夠好辦事嗎 我們請香龍帶大家來看 去年12月16號就宣布 開記者會 事情出事 他終於出來了 拿了30億 所以我們才會說 頂心也學他30億 30億可以買賦罪券 30億當然不是賦罪券 因為我們都以為說 他這下子判下去之後 他會賠更多 甚至張前生的限制出境 都應該去坐牢的 但是最後是廠長以下的成績 而且都喚醒 都清判 當你看到這個判決的時候 大家都會都會都會的 覺得說這法官一定有問題 但是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了 就判決書之後 我要把法官講兩句話 就我認為法官很認真的 在那個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 在跟檢察官在論辯 也就是說你今天檢察官 以及在檢察官的更前面的 那一線的高雄市環保局 你提出來的證據 夠不夠我去重判他 那今天你所提出來的數據 沒關係 你只要說公共污染 我已經撈到了這廢水裡面 還有什麼 後進息是多少的污染在裡面 你要告訴我 我要如何推論就是說 你調查出來這個污染 是日月光的 我們還是要回到 法律的基準上面 不要縱容就是說 包括行政單位 比如說環保局 我舉例了 不要說環保局 或者說檢察官喜歡扮白臉 滑重取手 我起訴很高 你看大家都覺得 張前生人人皆約可殺 但是你沒有提供我足夠的證據 你嘴巴講一講 最後你要我把法官殺我 當筷子的時候 你沒有個證據說把這個人殺了 我可以嗎 我殺的下去嗎 那法官就最後就敗黑臉 大家說你們就只能夠罵我 你認真看起訴書之後 我覺得那還是一個不錯的論告 譬如說今天法官 法官就告訴說 你檢察官你告訴我 我怎麼判得下去 好 沒關係 那我們法律是三審制嘛 接下來我認為 包括一些公民團體 包括一些環保團體 不要看到判決結果就生氣 你把判決的他的論述理由看清楚 你再回頭去檢查一下 你認為環保局有沒有問題 你認為檢察官有沒有問題 我認為環保局從起訴的時候 舉證就有問題 我們不要說政商關係 純粹到二審的時候要求 就法官所質疑的部分 你看你環保局能不能夠再做補強 如果你敢補強 你能夠補強 檢察官把你起訴書再重寫 法條重新引用之後 我認為法官可以判得下去 就看你敢不敢 好 謝謝蕭老師 這是一開始的源頭 剛剛市政府想不想辦下去 重要重點是在這裡吧 林委員 對 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有事就罵中央了 我覺得中央是最倒楣的 很多的工廠是在地方 中央跟地方上接觸最頻繁的 是地方環保局 你環保局自己要去做 平常就要做監控 做調查 對不對 收集證據 你都沒有做 所以這開始就有侵犯的目的 委員 如果說我們人民的利益 就是需要環保局 地檢署跟法院 能夠環環相後站在